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7.热能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热能来推动 而热能主要是食物经组织器官吸收后转化而成 故组织器官运作与热能作用是相互依存协同进行的关系 在此情形下 以热源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不会只增不减 比如姜 虽经组织器官吸收后可转化成热能 但维持组织器官运作却会消耗热能 同理 以按推改善体伤 热能不会只减不增 比如按推压痛点 虽会消耗热能 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却有助于将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可见改善热能不足 不能只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以力吸收转化 改善体伤也不能只靠按推 还要配合热源 以共运作所需 所以按推与热源 不仅需并用 还需在身体的承受范围及运作下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由此观之 缘要改善果 必通过因 倘若不谈身体承受运作 却谈按推热源有治病功效 是犯了弃因谈缘 而说缘治果的过失 身体随时都在运作变化 消耗热能 生病时消耗更多 体质会变得更寒 既然更寒 为何还会出现各种热项 究其原因 此阶有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在处理上 不但不可冰敷 即服含良性药室 还需在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处痛点后 配合热源温脂 可见体内的热能只会不足 不会过多 因此不存在所谓热性体质 既然如此 那么生病时 中医具已判定热性体质的一切热项 如怕热 口破 口苦 口干 洗冷饮 红肿 灼热感 发烧 潮热等 寒热性体质的一切寒热项 如虚寒火 忽寒忽热 上热下寒 表热里寒等 只要外制守法 及外内热源到位 即可化解 故不可将果作因 误认为真有热或寒热性体质 不论寒凉性中药 如银花 莲鞘 黄莲 或寒凉性西药 如点滴 抗生素 退烧药 肋固醇 马飞 在被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必然会比温热性药室 消耗更多热能 既然如此 为何有人服用一段时间后 症状也会消失呢 这是由于 这部分人的热能 尚足以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并将寒凉性药室 吸收转化为热能 如此 既可使西药之成分发挥 暂时抑制症状 甚至还可自行修复体伤 使疾病得以疗愈 但对体力虚弱者 含量性药室 不但不能解决疾病 甚至还会透支热能 加重体伤而危及生命 由此可见 疾病症状之所以能够得到控制 乃至痊愈 主要是靠自身修复的 但因病人及医师 多认为是这些含量性药室的功效 所以才会有人因身体有症状 或检查出有异常 而长期服药 殊不知 在日日消耗热能的情况下 会使体力越来越弱 且此观点 已犯了老病不分 即弃阴缘 而说缘治过的过失 如此颠倒 必显危殆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随着年长体衰 体内热能会越来越弱 通过医疗保健支援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虽可达到 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但却无法使人不老 不病不死 一级再好的治疗 人都会有热能将解 大限一致的一天 此时需避免使用 侵入性治疗 及含量性钥匙 在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的情形下 患者才能保持 神识清明 安详此事 由此观之 要健康长寿乃至善终 既要避开伤身治病之源 又要善用医疗保健之源 即日常起居 不仅要避免受寒 还要重视热源 运动 休息 及情绪的管控 必要时还要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最后若热能耗尽 体力尽失 人生却已走到尽头 那么就让生命 自然地凋零吧 一人为伴 一病为师 永远不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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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停泊